好了,我们继续回来,我们就讲到撒旦的目的,能力和动机,我们可以从政治这样的层面来看撒旦的,即是撒旦的政治,好了,我们下去看看,撒旦是哪个呢,它功能是怎样呢,它本性是怎样的呢,这里有个,我们根据这个内容,好了,我们来看,撒旦的始源和本性, 撒旦原本的状况就是,在以西结书第28章12到15节,描写了撒旦微降落之前的光景,在神面前拥有崇高的地位,天上的美物围绕着它,它被称之为受高遮掩若跪,它在神面前拥有至高的尊荣,撒旦原本的状况,还有这个二绰下书提到,它是至高的天使,称之为明良之星,祖神之子,但它后来成为神最大的守敌, 它就不再拥有以上这些是尊荣的称号了,但未堕落之前的撒旦是充满智慧,荣美是无瑕疵的, 以西结书第28章和以西结书第14章都有形容到撒旦的堕落,因为所犯的罪,撒旦被驱离了神的面, 所以这个和该人都是类似的,好了,就是同一个结局, 好了,撒旦当作的原因就是娇傲,它因为美丽的心里面自高, 它的智慧令它败坏,这句话就显明到撒旦一定曾经拥有特殊的崇高地位, 令他骄傲,以撒旦书第12章和第14章进一步描述到,引致撒旦堕落的罪, 这里有五次讲到我要,撒旦想要去到神的所在,在神的宝座上建立他的宝座, 超过所有天使,他想要成为至高者,因为这个原本神就将他逐来天上, 我们看到撒旦的名字有如下的,有抵挡者,毁谤者,内里邪恶, 具破坏性的受众物,伊甸园的欺骗者,破坏,破坏者抵挡者, 乌鹰之王,无用的,掌管世界的知识,管轄世界的, 控制非信徒的,抵挡者,有人犯罪的,令人进入永死, 歪曲真理,和在神面前攻击信徒的, 我们讲一下撒旦的道德责任, 撒旦其实是一个有道德责任的位格, 他要向神负责的,他并不是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, 他是赐于神,是受神的限制的, 我们看一下撒旦的人格属性, 其实有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, 撒旦有智慧,有计划,充满诡诈, 撒旦欺责的作为,就证明他有思想, 有能够做一连串的计划,亦可以欺骗人, 他熟悉圣经,更加显明他的智慧, 好了,然后撒旦是有感情的, 他想透过提升自己的神的管治, 来证明他是有欲望, 撒旦用诡计来引诱初信的人, 他因为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日子时日无多, 所以也极其愤怒, 因为天上的时间和我们地上次元的时间不一样, 走的时间的速度不一样, 好了,撒旦也有意志, 因为他企图引诱基督犯罪, 但是撒旦希望以神, 也正好反映出他的意志, 好了,撒旦说话, 试探基督定下诡计, 并且控告信徒, 除此之外, 撒旦亦是诡诈的, 他定义要打败基督, 他的计谋和对他的信徒的敌意, 是比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有清楚描述, 撒旦被描绘成一只狮子, 骗定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, 他不断地控告基督, 也设计计谋, 使徒跌倒, 这种种特征说明了, 撒旦是有慧格的, 好了,我们就看看撒旦的属性, 他本来是高于天上, 是世界的王, 因为围背了神, 而当成为恶者, 跟随他三分之一的天使, 一同作恶, 魔鬼的目标是要人都信从他作恶, 犯罪和围背神, 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, 就说, 父老啊, 我曾经写上给你们, 因为你们认识那个从起初原有的, 少年人, 我曾经写上给你们, 因为你们刚强, 神的道尚存在你们心里面, 你们也胜过那个乐者, 好了, 撒旦其实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神, 魔鬼整盲了人属灵的眼睛, 不要他们一看到真理,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信, 只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, 可以进到天国, 或者相信轮回, 或者相信其他宗教, 例如佛教, 回教, 道教, 罗门教, 撒旦教等等, 而不愿意相信真理的神, 这些不信的人, 就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盲了眼睛, 就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, 光照他们, 但是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形象, 这些事情来的, 好了, 撒旦也是试探者, 从始祖开始, 他就开始试探所有的人, 包括主耶稣, 他很晓得下这个有利的, 而马太福音四章三节, 就是试探人的人就过来, 对耶稣说, 你若果是神的儿子,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, 撒旦是一个迷惑的人, 所以魔鬼常常使用次时非的道理迷惑人,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被民间, 信仰相信的鬼, 其实不是人死以后的灵, 而是堕落天使所扮成的, 因为魔鬼有极大的知识, 可以知道人生前的行为和一生, 所以就可以扮成亡者流利欺骗那些, 不知道圣经真理的人, 更加详情的分析, 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就说到, 大龙就是那个古石,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, 是不是说普天下的, 他被摔倒在地上, 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, 好, 我们继续讲, 撒旦其实也是一个控告者, 撒旦将人, 大人受控告的光景里面, 他在我们神面前, 就要控告我们的弟兄, 启示录列书说, 他不单止捉住我们的软弱, 来控告神, 更加厉害的, 要在人的心思里面, 去控告自己, 令人怀疑神的恩典, 怀疑自己蒙恩的事实, 令人落在灰心绝望, 和自怨自艾的里面, 撒旦也会扮成光明的天使, 而实际上, 他们仍然都是光明的天使, 即是他们的形象是天使, 假扮成光明天使, 仁义的使者, 葛林多后书11章第14节, 就说, 这个是不出奇的, 因为连撒旦都会扮成光明的天使, 而他真的好像敲叫的狮子, 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, 这是比德前宵那里, 没有要紧守, 警醒, 因为你们的仇敌是魔鬼, 好了, 今天撒旦就是一个说大话之父, 所以常常说大话的人, 就是跟了魔鬼的, 或者再严格来说, 其实已经被魔鬼附上身, 或者他们的心里, 其实信魔鬼也不行, 约翰福音8章44节就说到了,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, 你们的父的私欲, 你们偏要行, 你们从起初是杀人的, 不守真理,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, 他说大话是出于自己的, 因为他本来是说大话的, 也是说大话的人的父, 好了, 我们看到这个最后, 又看到撒旦的名字, 包括有龙, 蛊蛇, 魔鬼, 撒旦, 明亮之身, 鬼, 不是人死了之后再显然, 而是撒旦, 或者他一起作恶的邪灵, 或者堕落了天使, 扮成了死后的人, 而死后的人绝对不能跟再生人沟通, 除了这些名字之外, 圣经也用了其他的字词, 来形容撒旦, 例如是空中掌权者, 好了, 我们简介到这里, 我们之后还会为大家讲, 他的本体和势力, 好了, 稍后回来我们再讲,